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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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港股 突然下午回來 馬上急跌 原因是 跟後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人選 披露出來 是對華鷹派有關 所以嚇到恆子 下午回來 跌穿2,000點 最終跌了580點 跌幅19,846點 跌到連跌3日 累計蒸發了1,100點 失守50天 還回到9月26日的低位 即是說 救市的措施 又變成難哀一夢 對於股市 如果北京最高層 希望同樣 重振股市的話 現在 發現 都是徒勞 最高層的 紐約時報 昨天 引述參議員 魯比奧 Mario Robio 會獲位 任為 國務卿 因此消息 導致港股加壓 最終跌了2.8% 所有股份 特別是中字頭股份 跌幅特別顯著 國指跌了3.1% 科技指數跌了4.2% 另外一些半導體股 都暴跌 中芯 ASMPT 都跌了7-8% 美團 京東 都齊齊跌5% A股 相對溫和一點 跌1.4% 但都錄得一個月以來 最大的跌幅 好了 其實魯比奧之前 已經傳出了 有機會入國 也有機會染指國務卿一職 不過當時 還未說定奪 特朗普的國務卿人選 也有幾個 但《紐約時報》 昨天就傳出 現在已得到最一步確認 譬如《淮家日報》 都已經肯定了 魯比奧 應該會出任國務卿 魯比奧 大家都不會陌生 MARCO ROBIO 曾經跟特朗普爭奪過 黨內的總統提名 但之後他就讓怒 成為了他在參議院裏面 最強力的粉絲 他一直都是批評中國 有一些知名的反華議案 例如《維吾爾法案》 還有中國方面 《維吾爾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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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他堅決的支持者 所以 為什麼市場就這麼害怕 因為他是最英派的前緣分子 他曾經都是特朗普的批評者 在2016年的時候 是競爭對手 但是過去幾年 他跟特朗普越來越親密 魯比奧 是一個對於中國 伊朗和古巴 一直持有強硬立場 他本身是拉丁裔的 將會成為第一位 拉丁裔的國務卿 他在古巴方面 一直都堅持 要對他實施制裁 另外 在委內瑞拉的爭議裡 反抗運動裡 其實魯比奧 都是主力提倡 也將民間的反抗者 介紹給特朗普 得到美國的支持 但是大家都知道 到最後 魯比奧的民主運動 也是拱敗誰盛的 他曾經跟華盛頓 很多人都支持 烏克蘭反抗俄羅斯 不過最關鍵 最近幾個月 魯比奧都開始改變主張 配合特朗普的立場 他說美國需要 停止支撞 還有一場陷入僵持戰爭 又說重建烏克蘭 需要100年的時間 所以他強調 不是站在俄羅斯那邊 不過他希望結束 談判很遺憾 烏克蘭方面 是需要跟俄羅斯談判的 當然這就意味 因為烏克蘭需要交出領土作為代價 他是被中國實施制裁 所以理論上 他不能訪華 但是作為美國國務卿 而中國想重建跟美國 特別是特朗普的時間 重建關係的話 似乎他的角色 都是不好滑血 現在就看看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中國方面 會不會 找到中間著物的方法 去撤出他的制裁 又似乎很沒面子 但是不撤 跟美國就沒辦法商量 另外針對國家安全方面 他找了眾議員 旭爾茲出任國家安全顧問 Mike Waltz 是一個特種部隊 Green Berrett 綠色貝雷帽的老兵 他亦鼓吹會結束烏克蘭的戰士 在去年 為霍士新聞寫了一篇評論 他指 國會在烏克蘭開出的空白支票 時代已經結束了 他跟特朗普一樣 呼籲 澳洲要做更多努力 去確保北約成員的集體防禦 他跟魯比奧不同 魯比奧是北約的堅定支持者 但Waltz認為 在俄羅斯 將北約和美國拖入戰爭前 要阻止他 但這負擔不能放在美國人民的頭上 而西歐不需要盡力 他亦跟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他曾經說過 特朗普認為 烏克蘭和俄羅斯 談判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普京是不合作的話 美國會有籌碼 譬如解除 對於我們提供 給烏克蘭的遠程武器限制 但是 你這樣說 其實意味著 烏克蘭都基本上要放棄 現時被俄羅斯 侵佔入侵的時候佔領的領土 但最為人熟知 他是在國會中 對華立場最硬的議員之一 跟魯比奧 可以說是不相上 他在眾議院的中國工作組 裏面負責協調美國如何和中國競爭 他也主張在《經濟學人》雜誌上 說美國應該結束 歐洲和中東的衝突 去集中應付中國最大的威脅 他說美國 是沒有為阻止中國進行台灣 而打造武裝力量 他之前也跟五國大樓策略師 Mathfield Qualic 寫一篇評論 新政府應該增加國防開支 重振國防工業基礎 確保武裝力量有能力 阻止中國對台灣的進攻 他也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備戰委員會的主席 批評五國大樓在軍事機構 傳授種族理論和為空軍 提供高價金屬配件等等 另外一堆影響對市場未必那麼大 譬如找了南科他州州州長 Christine Lomb出任國土安全部長 這位女士曾經在她的自傳中 承認她開槍打死自己14個月的獵狗 因此惹來很大的批評 她原本有機會作為特朗普副總統的副手 但因為這件事惹來爭議之後 特朗普就放棄了她 但現在出任國土安全部長 她可以大規模地協助 完成特朗普的競選承諾 就是驅逐非法入境 她根本不擔心 因為這位仁興本身已經有爭議了 用得她的話 就不怕更多的爭議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